西凡亚书第一章 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 亚玛利亚的曾孙 基大利的孙子 古世的儿子西凡亚 耶和华说 我必把万物从地上完全除灭 耶和华说 我必除灭人类、牲畜、空中飞鸟、海里的鱼 我必使恶人跌倒 我必把人类从地上剪除 我必伸手攻击犹大 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我必从这地方除掉巴黎所余下的 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 以及耶和华的祭司 就是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 那些敬拜耶和华 指着他起事 又指着马勒公起事的 那些转离不跟从耶和华的 不寻找耶和华 也不求问他的 你要在我主耶和华面前肃静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 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 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 我必惩罚首领和王子 惩罚所有穿外族衣服的人 到那日 我必惩罚所有跳过门槛的 所有使强暴和欺诈 充满主人房屋的 耶和华说 到那日 必有呼叫的声音从渔门发出来 必有哀嚎从新区发出来 必有崩裂巨像从山间发出来 马格提示着居民啊 你们要哀嚎 因为所有的商人都灭亡了 所有称银子的都被剪除了 那时我必提灯搜查耶路撒冷 惩罚那些沉淀在酒渣上的人 这些人心里说 耶和华必不赐福 也不降货 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略物 他们的房屋必变为废墟 他们建造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中 他们栽植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耶和华的大日子临近了 临近了 来得非常快速 听耶和华的日子的声音 在那日 永世要哀痛地嚎叫 那日是愤怒的日子 是困苦艰难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 是黑暗幽明的日子 是密云漆黑的日子 是吹号 呐喊 要攻打奸城 尽急城楼的日子 我要使人受困苦 以致他们像瞎子行走 因为他们得罪 耶和华 他们的鲜血必倒出 如到灰尘一样 他们的身体 必被遗弃 像粪土一般 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他们的金银 也不能救他们 全地都要被他的渡火吞灭 因为他要彻底 毁灭地上所有的居民 真是可怕的毁灭 西方亚书第二章 无耻的国民啊 你们要聚集 要聚集起来 趁命令还没有发出 日子还没有像 风前的康比一般吹过 耶和华的烈怒 还没有临到你们 耶和华愤怒的日子 还没有临到你们以前 你们要聚集起来 地上所有谦卑的人 就是遵守 耶和华典章的人啊 你们要寻求耶和华 你们要寻求公义 寻求谦卑 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 你们或许得以隐藏起来 因为加萨必被抛弃 雅石基伦必成荒场 雅石土的居民 必在降武被赶走 以格伦必连根拔起来 住在沿海地带的人 激烈体的国民啊 你们有祸了 这是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菲利士人之地迦南啊 我必毁灭你 使你那里没有人居住 沿海的地 必成为草场 牧人的洞穴 羊群的眷蓝 这地 必归给犹大家的渔民 他们要在那里放牧 晚上他们躺卧在 雅石基伦的防射中 因为耶和华 他们的神 必眷顾他们 使他们从贝鲁之地归回 我听见了磨牙人的辱骂之言 听见了亚门人的毁谤之语 他们辱骂我的子民 又自夸自大 侵犯他们的境界 因此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磨牙人必要像索多玛 亚门人必定像俄摩拉 成为赐草和盐坑之所 永远荒凉之地 我余下的子民必掳掠他们 我国中所余的 要得着他们为业 由于他们的狂傲 这事就临到他们 因为他们自夸自大 辱骂万君之耶和华的子民 对于他们 耶和华是可畏惧的 因为他要消灭地上一切神旨 那时 列国海岛上的居民 都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 古石人啊 你们也必被我的刀剑所杀 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 毁灭亚树 使你你为变成荒场 干旱向旷野 群处和各类的走兽 必躺卧在其中 醍醐和剑珠 七宿在柱顶上 窗内有鸣叫的声音 门槛上必有荒凉 因为香薄木都要曝露出来 这就是那欢乐安居之城 他心里曾说 只有我 除我以外 再没有别的了 现在怎么进城的荒场 走受坦卧之处呢 凡从那里经过的 都必无首吃笑 西翻亚书第三章 这叛逆 污秽压人的城有祸了 他不听话 也不受管教 他不倚靠耶和华 也不亲近他的神 城中的领袖 都是咆哮的狮子 城中的审判官 是夜间的豺狼 什么都不留到早晨 城中的先知 都是轻浮诡诈的人 城中的祭司 亵渎圣物 违犯律法 耶和华在城中是公义的 绝不行不义的事 他每日早晨 都显明公正 永不止息 不公义的人 却不知廉耻 我耶和华已经 检除列国 他们的城楼被毁 我已经使 他们的街道荒凉 以致踏无人机 他们的城市荒废 以致无人存留 无人居住 我说 他定要敬畏我 接受管教 这样他的住所 并不会照着我原定 对他的惩罚被剪除 可是 他们殷勤行恶 败坏了自己一切所做的 耶和华说 因此 你们要等候我 等候我起来指正的日子 我已经决定 集合万邦 招聚列国 把我的圣怒 就是我的一切烈怒 都倾倒在他们身上 因为全地 都必被我的渡火吞灭 那时 我要使万民 有洁净的嘴唇 他们全都可以呼求 耶和华的名 同心合意 侍奉耶和华 敬拜我的人 就是我所分散的人 必从古时河外而来 给我献上礼物 到了那日 你必不因你背叛我 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 因为那时 我必从你中间 除掉那些 自高自大的人 在我的圣山上 你必不再高傲 但我要在你中间 留下谦虚卑微的人 他们必投靠 耶和华的名 以色列的渔民 必不再行不义 也必不说谎 他们的口里 也没有诡诈的舌头 他们吃喝躺卧 没有人惊吓他们 西安的居民啊 你们要高歌 以色列啊 你们要欢呼 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要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已经除去 你们的刑罚 赶走你们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在你们中间 你们必不再惧怕灾祸 到了那日 必有人对耶路撒冷说 西安啊 不要惧怕 你的手不要下垂 耶和华 你的神在你中间 祂是施行拯救的大能者 必因你欢心快乐 必默然爱你 而且 必因你喜乐欢畅 那些属你 为了切募大会 而忧愁的人 他们担当了羞辱 我必招聚他们 看啊 那时 我必对付一切苦待你的人 我必拯救那些瘸腿的 聚集那些被赶散的 在全地受羞辱的 我必使他们得称赞 有名声 那时 我必把你们领回 那时 我必把你们骑击 我使你们被掳的人 归回的时候 必在你们眼前 叫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 得称赞 有名声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边 帮她 都是 祈贯